好 接下来第19个单字叫reservation reservation这个字当名词有预约预定 预约的意思 预定的意思 保留意见 把意见保留下来 存疑 怎么记它呀 来 各位 我们先记动词 通常名词都是由动词变化而来 对吧 所以我们来看看 来 什么叫reserve reserve reserve 当作动词是保留预定等于book 那什么意思 怎么背 来 各位把这个re 抓出来 re 这个字呢 有again 我们刚才看过 对不对 again 再一次的 像刚刚的refill 重新再次填满 那个re 也是again的意思 再一次 好 那什么叫做serve serve 这个字啊 它的字源其实是save 这个serve 跟serve 它的语音转换 因为语音转换它们两个字的念法很接近 在英文当中有一个这样的特色 就是当你发现到母音的ave跟serve 母音很接近 如果母音相同可以转换 这个就叫语音转换 透过语音呢 母音的发音很接近可以来转 子音的发音很接近也可以转 所以转过去 我们就把这个save 这个save叫保留 对不对 这个save本来就是保留 把这个save的音跟意思都转给它 所以语音转换serve这个字就是保留的意思 所以这个字就是有保留 把东西给留下来 叫做save 那各位re re是再一次 所以你看当我们把两个字合在一起 叫reserve 就是再次帮你保留 当你再次保留下来 当你再次的帮你保留 再次的帮对方保留 表示你要干嘛 你要帮他保留预定的意思 就等于booking 我们在预约的意思 所以各位可以帮自己写更清楚 再次帮帮你保留 再次帮你保留我们就叫预约 再次帮你保留就叫预定 好 那我们知道动词叫reserve了 来 接下来我们先看它的例句 我们再回到名词 好 各位可以看到这里 下面的例句 它说呢 the restaurant 这间餐厅它已经 各位这个has是住动词 叫已经 has 这边不是已经 这边是有 这边是当做有的意思 他说这一间餐厅它有着一个很特别的separate 它有一个separate 一个分开的房间 这个房间 which is reserved 这个房间专门是被reserved 是被保留下来 给谁呢 给这些smokers 给这些抽烟的人 这个s应该是小写就可以了 好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主词是餐厅 餐厅呢 有 这个是有哦 这里的has是一个普通 一般动词而已叫做有 这间餐厅呢 它有着一间特别的separate separate这个字叫分开的 来 各位可以写上中文 separate这个字 当作形容词叫分开的 它是一个分开来的房间 这间餐厅呢 它有一个独立的separate 一个分开来的房间 这个房间怎么样 which是关带哦 代替前面讲过的这个字 就是这个分开的房间 这个分开的房间呢 它是被保留 各位可以看到b动词 加上pp 被动语态 b动词加上pp 叫做被保留 for翻译成给 是专门保留给谁 给后面的smoker 给这些抽烟的人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老师在上课就有特别讲到 对不对 这个separate room 我们叫做先行词 然后它后面呢 这个关系子句 所引导出来的关系子句 是当形容词 当形容词来翻 所以那个被保留 for 那个专门被保留给抽烟客的分开房间 一间分开的房间 专门保留给吸烟者 所以the restaurant has a separate room which is reserved for smoker 各位的which is 应该被省略掉了 对不对 关带可以被省略掉 b动词可以省略掉 留下这个pp 这个分词 分词有连接词功能 所以这个分词也可以代替 这个不见的关带的功能 我先带过 你先听 先试着听 这个是一个比较后面的文法 好 那讲到呢 讲到reservation 然后我们看到名词 reservation 如果是名词 一样是re 是again再一次 ser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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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留 是safe 保留的语言转换字元 Asian Asian 我们都知道它是名词字尾 它是个名词字尾 叫做状态 所以是一个再次帮你保留的状态 再次帮对方保留的状态 我们就叫reservation reservation 就是预定保留意见存疑的意思 好 看例句 May I make a table reservation for four people